来来 杨丝 怎么样 你看 杨丝 不是 你得过来 干嘛呀 你可曾见到一个叫淳美公主的了 什么呀 淳美公主 公主 那老子还是玉皇大帝呢 你把大爷叫过来 就是消遣大爷呢 你得过来 过来 你当我傻呀 带你出去 你手里拿什么东西啊 我过去你不一刀包捅了 你得过来 过来 你们给我滚 春美 快 追 打开 大将其王 没有人哪 走 春美 快追 去 下去 站住 站住 快走 快走 春美 我看你帮儿能躺 你这个臭不要颜的海盗 打死你们 打死你了 打死你了 什么人 什么人 驾 站住 站住 在这边 拜见公主 免礼 八弟呀 你怎么来了 是皇后派在下来大明寻找公主 保护公主 现在在下奉国王之命 请公主速速跟我回去 八弟呀 你不知道 我身上背负着重要的使命 我是要面见大明皇上的 再说了 我现在走了 会对我的救命恩人 朔王爷造成很大威胁的 所以我不能走 公主所说 臣不清楚 臣请公主不得违抗皇后之意 可我要是硬不走呢 恕在下无礼 好好好 我知道你武功高强 琉球第一 我不是你的对手 我跟你走还不行吗 谢公主 这儿不是九流之地 请公主随我来 公主 怎么了 我肚子疼 疼死我了 我肚子疼死了 刚才还好好的 这怎么了 女人的事你不懂 我要方便 屋里 转过去 哦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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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门关上外边收着 是 怎么了 事情没办成啊 王爷 我们眼看就要抓到春美公主了 可是没有想到 被琉球国的武林高手巴迪亚给搅了 巴迪亚 再走 巴迪亚 真没看出来啊 这琉球国还留了这么一高手 那春美现在何处啊 一定是被巴迪亚给救走了嘛 这个春美公主 在城里拽有了这么半天 我想她一定是想见大明的皇上 王爷 她会不会把我们之间的事情 给泄露出去呢 你等会儿 你刚才说我们 我们是谁啊 到时候本王可并不认识你啊 好 王爷 你的 让我们大大的佩服 佩服 二爷 明天您怀根一过堂 事情不就弄清楚了吗 那 三妹是不是可以回来了 那可不 三妹的房间你都规制好了没有 我早就规制好了 我还给她买了瓶桂花油呢 爷爷看不出来啊 你还挺心细的啊 二爷 细心有什么用啊 三妹现在在牢里也放不出来啊 大葵 你听我说 你也不用着急 我一定想办法把三妹从牢里救出来 这些事情你都不用管了 也不用那么难过 也不要那么着急 我这一想到三妹现在还在打牢里 我这心里边就特别地难受 二爷 你说这冯大人 他怎么就这么不明事理呢 我想 干脆我去找西山高手 把三妹给救出来得了 你敢 刚才讲完你信息 你又犯冲了 你去抢人 三妹这孩子是聪明绝顶 或许她自个儿有她自个儿的解脱之道 你抢人家 你把她抢出来 到时候她跟牛孩根怎么对质啊 到时候事还说得明白说不明白啊 到时候你低了俩二爷去 恐怕也说不明白了吧 抢人家 你还是买桂花油好点 二爷 院子里好笑有人 哎 哪有什么人哪 哪有人 我我明明听见有声音的 你一天到晚在想什么你 迷迷蹬蹬的 二爷都被你迷蹬出来了 这怎么回事啊 快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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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快快 快快快去看看傻子去 哎呦喂真是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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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这怎么回事啊这 这这可怎么好啊 是啊这这这 这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吗 是啊这这这这 冯大人一在叮嘱咱们 叮嘱咱们 不让咱们出半点差错 这不是要我老命吗 哎呦哎呦我怎么就探射傻三 这么一个呀 这这 哎呦你回来啦 我回来啦 哎呦我的狐奶奶 我的祖宗哎 哎呦你跑到哪去了哎呦 你伤着了没有啊 没有没有 我没有伤着 哎呦你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 哎 侯儿你去上上上那个王麻子那 买点烧饼去啊 以后啊你们每天都要轮着班的 给我去买烧饼 差呀就是我们的姑奶奶 哎哎哎哎姑奶奶 姑奶奶 姑奶奶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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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大江啊本王可把底儿交给你啊 嗯 所以我要说啊 咱不能让事情发展到我真的不认得你们 那到时候我要真不认得你们 我多心疼啊 可我认得你呢 我这儿疼 脑袋掉了 所以啊八十八败都败了 啊就差这一哆嗦了 咱不能出疲漏啊 啊啊 王爷 你的 把你的想法通通的告诉给我 哎 好 傻三 傻三 不是被琉球国的人带到广林那去了吗 你呀就带着你的兄弟 趁他们屁股还没做热嫌 沙将进去 给他来个七吃咔嚓一勺灰 谁要是不让本王称帝琉球 本王盼这一天 眼睛都快滴出血泪了 王爷 你放心 我一定提着他的人头来见你 好 王爷王爷 好消息啊 奴才向您老人家 汇报一个好消息 那傻三 傻三怎么啦 那傻三 他又又回回县大狱了 冯秋云把他给抓回去了 据东厂的人报 傻三是他自己回去的 大将啊 不是把我说你 你还真是个花痴啊 你眼睛真的花了 啊 那个傻三到底是不是春美公主 你没有看错吧 王爷 我当然就是认错我自己的母亲 我也不会认错这个春美公主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别玩怎么回事啊 王爷 我我我也说不清楚啊 王爷 那我们的怎么办 行行行 有你出手的时候 王爷 还有内线报 说冯秋云现在去了朔王府了 你看看 你看看 咱没睡觉啊 人家那儿也没打盹啊 这冯秋云呢 到朔王爷那儿肯定是商量 你又怀疑跟傻三的案子了 冯醒生这个老汗不到了大行没有啊 他怎么磨磨蹭蹭的 现在我就去催他 快去啊 你说他自个又回到大牢去了 对 所以说傻三这个案子是越来越不简单了 你看这一天出了多少事情 下官也被他搞得是云山雾罩的 难怪早些时候我听到院子有响动啊 原来三没回来过 二爷 我真的有预感啊 你还预感什么了 我 你怎么没完没了了 快点把二爷的驴喂点料去 哦 关键是明日审案之事 必须将牛怀根拿下 看他自己嘴里能吐出什么东西来 但是下官担心平王会干涉审案 这你放心 二爷会帮你护驾 但是你到时候别再说我袒护傻字 把我给轰出公堂去啊 那就好消了 那下官不敢 有王爷这句话下国心里安心多了 来 告辞 啊 王爷 明天恭迎王爷大将 早点休息 告辞